那這金九是一個兩岸的名酒 那也是兩岸和平的象徵 所以我們這次去溝通 這個大陸方面有表達出 這個我們文件只要背起沒有不準的道理 這個我個人在星期五會召集這個 我們部會各部會相關的單位 衛福部食藥署 那個國貿局 還有這個國庫水運管酒類 還有這個海關總署 還有金九到我辦公室來再次召開這個協調會 具體的協助金九做這個申請的動作 政府有說這個大陸要求我們的食品相關藥田配方 那這是真的嗎 因為這個像金九有被逼藥田配方嗎 我想舉一個例子 這個配方這個東西 大家都有買過食譜吧 如果有一本食譜你腦怪我本身不會做菜 如果拿食譜上面大概會寫說 這個要做成一道菜一樣產品 可能要一湯匙的鹽兩湯匙油三湯匙的 什麼東西放在裡頭幾分鐘 那照著食譜大家就做出一道美味的菜 那我想我們 在我們這個台灣的很多這個特產 都有他們 特別的技術所在 即便今天有一個食譜就是你寫出說 我要一湯匙油兩湯匙鹽三湯匙糖 然後放在烤煮五分鐘 難道就能做出一樣美味的東西嗎 當然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重點焦點應該放在說 不管哪一個產業 不管哪一家企業 他有他自己個人的選擇 有的產業他也覺得他比較 想要就是開拓國內的市場 本土市場 那他就 他就也許可以考慮他不想去申請 那當然是他的選擇 那對有的產業來講 也許他覺得他需要外銷到 全世界各地 不只是中國大陸 可能還有歐洲美洲甚至非洲 那政府的角色 就是在協助人民協助產業 做出更好的發展 那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政府應該不是只是說 這個我們每一年對大陸的順差 一千多億 那這個農餘製產品 農產品、水產品 或這些什麼食品業 都只有區區的 10億、20億 是一個少數 那站在政府的角度來想 沒錯這個是少數 是一個小的數字 但是這些都是冰冷的數字 站在每一個企業的角度來想 有一點他就佔了他這個產業的 這個外銷大陸也許就佔了他這個產業的 20%甚至50% 那對每個產業來講 對每一個企業來講 站在這個保護人民的角度的出發 我們的政府應該要協助 不是只是讓產業去變成引導向 各個產業或各個企業變成去好像彼此對抗 我比較賣台灣 好像我比較愛台 或者我比較要削大陸 所以我好像就是比較不愛台 這種政治化的口水 對產業是沒有幫助 我們政府 我們的產業需要的是政府的協助 我希望 金九輸入目前有傳出什麼好消息嗎 對岸交涉的 有 金九公司 我記得我們金九公司當初在 還沒有銷大陸的時候 在約末也20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汶川大地震 我們金九那時候還捐了這個1000萬人民幣 給這個汶川那時候來協助大陸 所以 我們金門跟這個大陸關係實際上是比較親近的 而且在小三通沒有斷行之前 沒有停止之前 我們是一直互相有往來的 那這金九是一個 兩岸的名九 那也是 兩岸和平的這象徵 所以 我們這個 我們這次去溝通 這個大陸方面有表達出 這個我們文件只要背起 沒有不準的道理 這個我們 我個人在 星期五會召集這個 我們部會 各部會相關的單位 衛服服食藥署 那個國貿局 還有這個 國庫水運管酒類 還有這個 然後海關總署 官務總署 然後還有軍酒公司 到我辦公室來再次召開這個協調會 具體的協助金九做這個 申請的這個動作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 不要把它往政治化的方向想 就是想說我們如何具體的幫助我們的產業 在我們的地上幫助於我們金九公司 幫助我們金九公司 盡快的申請補齊文件 盡快的 按照這個 上面所需要的文件補齊 趕快送過去 那當然後續 我們還會繼續去 協助 推進 那 善意才能帶來更多的善意 大家 就是 兩岸的這個經貿 往來過程中 我想 減少政治化的這個口水 我們要開始的 新一年 我們要開始 在這裏 三年 駅 對 我們要開始 這個 我們要開始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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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